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毛色步枪 这款毛色步枪是兰斯拉夫生产的M2452C这个型号 这个型号比较特别 它的数量比较少 虽然兰斯拉夫生产了不少步枪 但是这款的比较少 等一下我会介绍它的原因 然后现在我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一些功能 这个毛色步枪呢 它对现代的步枪和的猎枪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它的设计的确是很好 首先它的这个栓动的 上膛的时候非常的润滑 感觉非常的模畅 就不费就是说不费怎么力 就可以把这个子弹送上膛 另外一个它的安全性能比较好 这个枪栓有三个档 第一个档就是你上了以后 这个扣板机它响 那么第二个档是在中间这个档 你这个枪栓也是上了 子弹在在在塘里面 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激发 子弹不能激发 但是在这个中间这个档的时候 它的枪栓是可以动的 就是说你可以退弹 你就可以把子弹退出来 或者继续在上一颗子弹 但是保险扣不下 那么第三个档是放在最右边 这个时候子弹在枪栓里面 枪栓不可以动 固定了 板机不能扣下 所以这个是非常适合于在携带的时候 然后你在这里上弹 这个为什么设计对猎栓的影响比较大呢 因为大家知道走猎的时候 一般子弹都是上弹的 但是因为如果有动物的话 它非常听觉比较灵敏 如果你在上弹的时候 动物就听见了 所以在这种毛色的设计 就非常适合打猎 它放在这档的时候 非常安全 你这不怕在树林中 或者草地上面走 不会挂掉这个栓 这个栓的杆不会被挂掉 另外也不会被扣响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然后 另外这个枪栓的怎么拿出来 就是把这里有一个可以活动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拉起来以后 拉起来以后 这个枪栓就出来了 好 这里是可以把前冲子弹的 另外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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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 蛋夹呢 它可以下下来 然后具体怎么用呢 这一般用一个小工具 在这里 搓一下 好 就出来了 然后这个就是 整个这个地方就空了 看我的手指从这里穿过来 那你也可以上上去 上上去就比较容易一点 你看它这里是 等于说这里子弹压下去 压在这个底下 然后它会打一发就会弹上来 打一发就会弹上了 装回去比较简单一点 你按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枪栓 你把它推进去的时候 它自动的就可以 就是说你拿出来的时候 是要把这个 这个地方扒一下 但是推进去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把它推进去 不需要你 刻意的把这个 把这个 拆开 然后 其他的设计呢 就跟 那个德国的酒吧毛手就有点像 就像这前面 前面部分就非常相像 因为如果要拆枪的话 这个地方 按下去 然后把这里拔出来 这个地方 这个比较难一点 因为它的螺丝比较特别 是有两个眼的 如果你想把它拆开的话 用一种特殊工具 用两个眼的 加进去 然后你如果没有这个工具的话 可以用老虎钳子 用老虎钳子 用力把它夹住 然后力是真的是当下酒 可以把这个地方酒开 然后再把这个环拿取出来 那么这两个就可以分离 它的上半部分 这部分的木头 和下半部分的枪托就可以分离 这上面写的是M2452C 莱斯拉夫生产的M2447 是比较普通的一种比较普通的 这个仿德国的茅色枪 这个52C 其实是它 Capture 有很多 从杰克那边 VZ24 这种这把步枪 然后用它的枪枪 然后又换了 茅色的枪管 所以比较少见 所以它的一般的市价 会比M2447要高一点 而且它的VZ24的枪材 会比较长一点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 这个厂德国茅色 大概 莱斯拉夫也生产的不多 像这样子的 茅色枪 所以它虽然这个Stark 看上去不是很新 但其实它这个枪管 和这个 这里面的这些部件 就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新 特别这个枪栓 特别滑 好 谢谢大家